嫁入豪门 当上阔态 对大部分女星而言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毕竟可以少走几年弯路 少奋斗几十年 然而豪门真的有这么多吗 其实这中间不乏一些伪豪门 他们表面上光鲜亮丽 资产雄厚 实则背地里早已背负了巨额欠款 今天就让我们来揭开这些伪豪门的假面 1.汪小飞 汪小飞与大S的感情纠纷 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 自两人离婚后并没有好聚好散 反而频繁登上热搜的词条 不是在网络上隔空互私 就是汪小飞被爆婚内出轨 总而言之 彼此闹得不可开交 不过 比起两人的恩怨纠纷 更吸引网友注意的是 价值百万元床垫 对此网友纷纷感慨 真是贫穷限制了人们的想象 要知道 汪小飞曾在娱乐圈被网友戏称为 京城四少之一 虽说只是戏称 但足以证明其家世显客 当年 汪小飞的母亲张岚 赤手空拳在商业界打下了一片天地 随着顶级餐饮品牌 翘江南成立 张岚身价暴涨 在商业界名声却起 而汪小飞便顺势成为了 翘江南的唯一继承人 只是随着张岚签下一纸对赌协议后 多年打拼的成果瞬间化为泡影 一时间 她在翘江南不仅失去了话语权 也让汪小飞富少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从此张岚只能消失在商业圈 后来汪小飞与大S结婚时 又闹出一场笑话 据了解 张岚在媒体面前称 儿子汪小飞与大S的婚礼 是由首富王健林赞助的 其目的就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 但让张岚没料到的是 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出面发声了 作为圈内的纪检委 王思聪怎能做事不管 他直言自己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张岚是何人 更别说赞助婚礼 后来 王思聪为了不在大喜之日破坏对方的婚礼 索性删除了这条帖子 可张岚并没有见好就收 反而不依不饶地挑衅王思聪 扬言婚礼就是万达赞助 于是双方在网络上展开了一场骂战 事实证明 韦豪门在真富豪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汪小飞一家只能灰溜溜地退场 沦为网友眼中的笑柄 二李亚鹏 作为90年代的一线流量小生 李亚鹏可谓是转足了风头 彼时的他片约不断 交往的女友还都是女神级别 借此机会 不仅获取了流量和人气 还赚得盆满钵满 当年拍摄一部射雕英雄传 便有百万的片酬 后来又陆陆续续拍摄了各种热播剧 若是按照同等价位的片酬来算 李亚鹏的身价早已过亿 除此之外 李亚鹏还涉及了综艺 广告等多个领域 可他并不满足于现状 于是他暂缓演绎事业 开始经商 只可惜他并没有商业头脑 自从做了投资 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 当年他与王妃在一起交往时 整日沉迷于投资做生意 但每次都是屡战屡败 血本无归 为此 两人没少一位投资的事情吵架 直到12年时 李亚鹏突发奇想 看中了旅游业 于是赤巨资 用35亿在丽江打造一处雪山小镇 然而 最后又因经营不善 亏得血本无归 原本美丽的雪山小镇变得杂草丛生 被当地人视作鬼屋 经过这几年不断投资后 李亚鹏变得负债累累 紧接着又被法院列为执行人 要求偿还4000万的债务 更劲爆的是 有人还曝光了李亚鹏向债主求饶的音频 落得这样的结局 真是令人感到唏嘘 如今的李亚鹏又开始在直播间炫富 不断卖弄自己的字画和古董 当弹幕有网友提到债务是否还完时 又装作没看到 不管怎样 李亚鹏的状况早已不如从前 现在的他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位有钱人 只不过是在打肿脸充胖子罢了 三王科 王科的家世可是相当显赫 附近市地产大亨王石 而王科本人也经营着自己的产业 身价早已超过百亿美元 当年王科迎娶刘涛时 可谓是风光无限 就连接近车队都是百万级豪车 其中不乏兰博基尼 劳斯莱斯 保时捷等豪车 这样的迎亲队伍不愧是豪门 就在网友纷纷认为 嫁入豪门的刘涛今后会吸引娱乐圈 在家做富泰时 他的行为却出乎了人们的意料 不仅自己回到圈内拍戏赚钱 就连老公王科也跟着出来参加综艺 对于他们的行为 很多网友摸不着头脑 毕竟 王科是出了名的资产大亨 总不至于在乎参加综艺赚点钱 当人们逐渐得知真相才明白 原来王科投资的金融公司破产了 不仅是公司破产 就连本人也背负了巨额债务 如今的王科早已不是当年在商业界叱咤风云的资本家 所以为了还债只能参加综艺捞金 或许是王科心有不甘 所以前几年破产后的他并未放弃投资 只是时运不佳 没能东山再起 最后还是靠着老婆刘涛不停地拍戏 帮他填平了巨大的窟窿 似徐亚军 当年 小S与徐亚军的婚礼吸引了不少媒体的关注 很多人羡慕小S嫁入了豪门 那时候便有媒体爆料 徐亚军是金融圈的阔哨 身家在10亿台币左右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其实不然 徐亚军的母亲是一名律师 父亲是医生 虽说这样的家庭环境已经相当不错 但是离豪门还相差甚远 后来 徐亚军的父亲改行从商 通过股票投资赚了一笔钱 不过 这点钱与那些百亿富豪比起来 根本不值一提 甚至连汪小飞一家都不如 直到13年 徐亚军又在父亲的支持下 投资了胖达人面包 为了推广品牌 徐亚军拉着小S代言 起初 店铺生意相当不错 只是经营没多久 便被爆出食品安全出了问题 最终身为品牌代言人的小S 只能出面替徐亚军背锅 货不单行 同年里 徐亚军又被媒体曝光 涉嫌股市内线交易 煞时间 徐亚军被推向了舆论的风波 就连他富豪的身份也开始遭受质疑 总而言之 网络上那些称徐亚军为海归精英的话 不过是吹捧出来的 本质上 他就是一位喜欢泡巴的花花公子 五杨子 杨子想必大家有所耳闻 当年天仙佩上映后 董勇与七公主的感情故事被人津津乐道 从而让观众认识了黄胜一与杨子 郎友情切友谊 两人将距离的感情延伸到了距外 为了能嫁入豪门 换来一个名分 黄胜一等了八年 或许在外人眼中 杨子是距离集团的三公子 是资产雄厚的富少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最后揭开他尾豪门面具的竟是自己 都知道 杨子曾自称自己手上戴的戒指 是46亿年才出一颗的祖母绿 但是 地球诞生至今也才46亿年 这样的说法是否有点夸张了呢 而且 自从黄胜一嫁给杨子后 在节目中称 自己每年拥有两亿的资金支配权 此外 杨子的母亲曾直言 为了孙子专门打造了一个滑雪场 并且 家里所用的紫砂壶价值上亿 按照这样情况来看 杨子豪门的身份名副其实 但若是戏巴后就会发现 豪门的身份全是漏洞 众所周知 杨子是距离集团的董事之一 持股百分之十七 而距离集团市值只有28亿 按照股份占比 杨子每年只有4.7亿的分红 但黄胜一却说 自己每年拥有2亿的零用钱 很显然 根本达不到这个数额 18年时 距离出现严重亏损 杨子将持有的股份套现一部分 此外 杨子若真是正儿八经的富豪 根本不屑于在直播间如此卖力的赚钱 种种迹象表明 杨子被视为伟豪门 并不是空穴来风 六元八元 在媒体眼中 元八元是年少多金的钻石王老五 是身价数百亿美元的富少 更是上市企业的董事长 并且几乎全国各地都有他的豪宅 他挥金如土的生活 远超我们的想象 像他这样年轻有为的富少 圈内很多女星看了都未知心动 张于琪便是其中一位 16年张于琪高调宣布签下元八元 并向外界宣示主权 然而 这对神仙眷侣最终也没逃过秀恩爱死得快的魔咒 结婚不到一年 两人宣布离婚 期间还爆出了惊天大瓜 元八元是个冒牌的钻石王老五 他旗下的公司其实早在十年时就已经破产 目前存活的不过是皮包公司罢了 而那些所谓的豪宅 飞机也不过是租赁的 根据相关人员调查 元八元名下根本没有资产 并且因为信誉问题导致他在商业圈的名声下降 如今的他恐怕再难翻身 结语想要飞上枝头当凤凰 并没有错 但前提是要擦亮眼睛 要知道真正的豪门从来不屑于炫富 与其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不如通过凭借自己努力获取想要的生活 也不如 我 谢谢观看